深圳是一座现代化城市 以其繁荣的经济和独特的文化氛围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其中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利之一是深圳华侨城 这个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包含中华民俗文化村 珍珠世界 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等众多景点 游客可以在这里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可以了解深圳的历史和文化 深圳大梅沙海滩也是深圳最美的海滩之一 沙滩细软 海水清澈成为著名的度假圣地 除了游泳 沙滩排球等水上活动 这里还有各种美食和商店 让游客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深圳东海岸公园位于大鹏湾的沙滩旁 是一个融合了游乐设施 餐饮 休闲 娱乐等多功能的 现代化海平公园 在这里游客可以漫步于海滨长廊 欣赏壮观的海景 还可以坐上摩天轮或游乐设施 感受刺激与惊险 真正中英街是著名的步行街 保留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特色 印证了深圳的开放与包容 这里有各种商店 餐厅和酒吧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前来逛街聚会 深圳华侨城历史博物馆是了解深圳历史文化的好去处 展示了华侨城建设的历史和深圳市的发展史 游客可以通过展览和文物 了解深圳在改革开放后的黑速发展 以及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同时 博物馆还有很多与华侨有关的展品 如华侨历史 华侨文化等 向游客展示了华侨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深圳世界之窗是一个主题公园 集合了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 这里不仅有仿制的埃菲尔铁塔 自由女神像等世界著名建筑 还有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阿拉伯风情区 非洲风情区等 游客可以在这里一次性领略到 全球各地的建筑风貌和文化特色 感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魅力 深圳野生动物园是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之一 拥有丰富的动物品种和多样的生态环境 让游客近距离观察到各种野生动物 这里有众多珍稀动物 如白虎 大熊猫 长颈鹿 袋鼠等 游客可以在动物园中感受自然的力量 和生命的奇妙 同时也能加深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除了上述旅游胜地 深圳还有许多其他值得移去的地方 比如深圳湾公园 是一个现代化的海滨公园 可以欣赏到珠江口的壮观景色 华强北商业区则是电子产品和手机配件的集散地 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消费者前来购物 总之 来到深圳 无论你的身份如何 你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游目的地